我先問一句 蛤? 我沒有入榜了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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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還有公主力 我就不信我這個主題我還要入榜 是啦 鄉親的環境和菜的調查局 Let's go search 我跟你講我們這一集是應應這個 七夕情人節要到了 沒錯 我們特別在網路上收集了 三萬多筆資料 問看看你想跟哪一位YouTuber 一夜情 我自己覺得一夜情齁 就是一個晚上出去約會 然後談談感情 就叫一夜情 不一定要弄啊弄什麼的 我覺得那就是一夜情 因為我們這個標題出來 所以它跟定義可能不一樣 可能不一樣 那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調查有男生喜歡 跟誰 跟女生 還有同志朋友一樣的問題 我真的很想知道同志 YouTuber的同志天菜有誰 對啊 想知道 揭曉 男生你想跟誰一夜情 想跟誰 想跟誰 立伯阿 他剛剛結巴了一下 我敢講 因為我前面說了什麼 一夜情就是出去約會認識朋友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先猜 好 我個人喜好 你個人喜好 溫妮 溫妮 全15名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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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妮沒有進榜 那這個還有什麼公信力可言 沒有我覺得大家定義因為一夜情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更深入的接觸 會看身材 身材要好 溫妮很好啊 沒有看喔 會 YouTuber 很好啊 雷拉應該全3名有吧 第四名 喔 第四名 雷拉只有第四名 雷拉第四名 喔 我們最想一夜情的對象 第四名是雷拉 這次李伯應該沒有 六汗 各個類型都很喜歡 人妻啊 這有人妻的事 我們就先來人妻了 來 李伯第第幾名 第七名 噢噢噢噢噢噢噢 我叫李伯全3名 我就不用玩了 第四名雷拉 第七名李伯 好 好 都是生過小孩 就是人氣掛的 我猜一個 我有一些朋友很喜歡 旺娜 因為他最近都出那種 永逸行列有沒有 我跟妳講 旺娜奎丁一定有 因為就是那種性感性 對吧 旺娜在哪裡 旺娜第八名 當然第八名贏旺娜 憑什麼贏旺娜 奎丁在奎丁第幾名 奎丁第一名 No.1 真的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男生會比較怕旺娜 為什麼 因為怕殺氣比較重 你怕殺氣很重 你怕殺氣很重啊 說實在話 他比較性感 很Sex 奎丁No.1 直接出爐 所以男生比較喜歡有殺氣的 比較離奇的 比較離奇的 一夜情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較離奇的 滴妹 滴妹是很多人的女生 對 因為他們一夜情 對 這是一夜情 比如說約會當然是女朋友 或是老婆 滴妹有嗎 滴妹 有 第三名 第十名最後進榜的 千千 千千 你想要他把你吃掉是吧 好 OK 第十名千千入榜 好啦 我們的仙女 好啦 水美食水水 第九名 泱泱 泱泱 泱泱進榜 泱泱就沒話說了啦 很多的女神 好不好 沒錯 泱泱一定有來添 喔 一樣一樣進榜 阿布跟文林都沒進榜 來 第六名喔 贏過禮杯的 好不好 六名 喔 非常合理 阿元 這就不要多說啦 對對對 合理 阿元 那我們進到前段班喔 第五名 第五名 贏過阿元的是 喔 這是港州耶 跟阿元同一組的 球球 好 球球球 你們比什麼讚阿 不是 夜人家 你們比讚 我剛剛看下來 你很服務耶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 你說身材沒身材 對不對 那說年紀你根本是最大的了 不是 不要加布你會代表 第二名我們揭曉 第二名是誰 第二名是 誰 寶妮 寶妮 加點警察棒的成員 然後現在後來自己拍 哇 你也是一掛的喔 學股掌型的也有 然後這種辣的 體育股掌型的也有 然後這種辣的 體育股掌型的也有 也是要有 這是我們的 十大榜單 哈囉大家好我是葵琳 感謝大家 讓我獲得 情人節 男生最想共度 一碗的 第一名 再來是 最後一碗 你把我當成什麼東西 要就365天 只要有心 天天都是情人節 比如說送送花 送送禮物 聊表心意啊 那天上個字幕啊 就知道 真有重量 感謝阿嘎 一夜代表不珍惜 要追就是認真過來追 愛要及時 想睡就先追蹤我 不對 付費訂閱 會員 睡前我都在跟他們 嘻嘻哈哈 想睡 對 趁現在 追起吧 親一下鏡頭 不要咧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謝謝你們投票給我 我先問一句 蛤 我沒有入榜了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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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就不信 我這個主題我還要入榜 那我問一句 菜頭不會還是要榜單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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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你想要對一個 兩歲小孩一夜請幹嘛 一起平常玩遊戲 看卡通 看卡通 一起唱歌跳舞 他會第幾名 第二名 最強一夜請的第十名 我破透了 可以 身材好好 來可以 第九名是 純帶可以吧 可以啊 純帶可以 所以 真的是有點 也有說 公仔是藝人轉YouTuber 對 但是有底子 像偶像團體 我跟妳說的放手 對 老 老 好 這 就妳出乎意料 阿神 阿神欸 阿神真的很多人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他是可愛掛的 你就不喜歡 第七名 老闆可以看你 因為那個反應 你就喜歡那種 muscle狀的 好來第七名 酷炫就可以掛的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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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跳過 我最好上面要出現孫生 不然孫生是北少 為什麼是酷炫 沒有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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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選也是選孫生 對啊 感覺技巧都很好嗎 好來第二名 好 阿神 直接看第五名 沒有啦 煩死了 不是我想問為什麼蔡哥會贏昆達啊 蔡哥贏昆達 蔡哥你現在去木耀嗆昆達 欸最想提的請我贏你 怎麼樣 你以為他背的是吉他嗎 不是 不是 煩死了 好煩 第五名 赫摺 你們這種三十幾歲的人 就不喜歡喝小朋友 他們覺得是小屁 少女們的菜啊 你們都老了 現在第四名 柏恩 開始出現少女的菜囉 你們跟剛才反應差太多了 真的還可以 來第三名 阿滴 阿滴滴妹妹都不就進馬了 跟班長 拍攝 我覺得第一名應該不用多說了 阿滴 阿滴 我覺得應該就是阿滴了 來我們這個女生 傻清晨節 最想要一夜情的YTuber 第一名 是誰 阿滴 不負重望 合理 因為你們七月半後比較熟 阿滴的臉色 他習慣不死 她真的是靠你吃飯 男生就趕快結束 好啦男生結束了 嗨!XAGA調查局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阿姊 我今天收到了阿嘎的訊息 她說 欸阿姊你不可以方便錄一個敢言給我們 因為你榮獲了女性票選第一名 題目是 情人姐最想要跟哪一個YouTuber 一夜情 天啊怎麼會是這種東西 這個票選應該是非常公平公正公開的 不然第一名你應該就是 XAGA了吧 對吧 好啦這代表就是 情人節要到了嘛 這邊就祝各位 各位有一個非常愉快的情人節 謝謝XAGA的調查 請說了 粉絲們的青睞 情人節快樂 男同志 最想跟誰一夜情 我覺得阿滴 瑋瑋 哲文應該有 就是圖掛的嗎 直接揭曉啦好不好 好好 第五名 第五名 什麼 他沒錯 對 就是誤重望 沒錯 第四名 第四名 完全運到之類啊 阿滴要來了嗎還是瑋瑋要來了嗎 第三名 阿滴 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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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就白白 白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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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瘦瘦的這樣 第二名 三名 葵葵 黃氏兄弟 上榜了 神力測 男同志 最想一夜醒的YouTuber 阿明 不足蹤了 但票數差不多 對啊 前三名票數差不多 我還想說我會不會入榜 你哪來的字型 可是我想問我這裡面沒有 搞不好我的市場在這邊 我有在十名內嗎 沒有 淋滋 另一字字應該先看 真的假的 第五名 女同志天菜 幾名 七名 沒同志 第四名 乾乾 哇 真的帥 乾乾 長姿勢了 這可以 這可以 乾乾可以 千千那個千千嗎 不是 他是乾乾 大家打錯 他女同志也有 也有四場 第二名是 Hook Hook 可以 第一名 完全沒有概念 到底是誰 女同志在今年情人節 最想要跟他 一夜情人 Youtuber 第一名是 誰 貝拉 誰是貝拉 這個吧 很漂亮 真的是沒有涉獵到 所以我們看一下 厲害 真的不錯 我覺得男生應該去看一下我們頻道 第一名 聽到很多常常跟你夠醜一樣 聽到是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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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入榜了 記者歡迎來抄各大新聞媒體 歡迎來抄這個榜單 這邊也祝福大家 都有個非常美好的情侶的假期 祝大家七七情侶節快樂 掰摸